之前不是有一个一辆网红车啦 哈哈哈哈 杀出失明 正体你这样讲应该就是 那个车的问题了吧 我们怕收到 A4 子 CVIC 不改不如天海 来到第十一集 so 今天呢我们来换我CVIC的卡钱 一样我们今天来到高山 然后之前呢也是在这边换那个轮毂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你可以回顾上一集 然后当然这一集呢 我们会讲的是 比较多是在卡钱这一块 除了换卡钱 其实高山这边呢 也是一个改装天堂的 你看它这边很多东西呢 有Azost啊 有龙骨有那个 叫什么 Azostber 是Azostber 刚才你讲的不是Azostber 那个是Adastable Adastable的话都是可以有调节性的 给它的车高低 不是好像Azost那种 Azost是会放弃的 那种会升降 那种是用电子条的 通常那种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是这个的话 Adastable它会给你的车的操控性会更好 但是你觉得它会硬吗 当然会硬 但是这种的话还有32个软硬调节 当然你车改了低的话 你不能让它软了 因为你软的话它很容易中到你的车身 那么今天我们装的那个卡钱 卡钱 来我带你看一下 今天你要装的卡钱就是TT Sport 它有几个系列 然后有分成4火塞 6火塞 但是这个是小6 然后有一套EV6我前天才卖掉 是装了Alpha 因为Alpha它们本身的brake 它们的线性没有这样好 而且本身它车子比较重 所以它的载量要更高一点 你问我如果是不换硬的情况下 可以改卡钱吗 TT Sport有推出来 可以看它的广告 它的官网 也是有在推这个卡钱 当你进了Alpha 你可以不用选择换硬 然后直接Plug and Play 问题来了 火塞多少 会不会影响到整体的操作 对 当然会 如果是你4火塞的话 当然没有6火塞这样吃 4火塞它是普通的 好像买多200匹马力 或者车子比较轻的 4火塞其实是很甘用的 有些如果是你觉得 你要更大一点 可能你用小6或者大6 性能会提升 当你踩的话 就是踏板那个位置 你会感觉到它的线性 会比4火塞来得更强 所以好像本身你的车 是用单火塞罢了 不是CP罢了 如果是Alpha 这样大量的车 也是单火塞罢了 你去到Hilux或者Fortuner 它才双火塞 有些好像他们的脚比较重的 他们都觉得 那个brake好像不吃不吃 如果你在买乘客 又有行李的情况下 很重 你刹车的话 你没有一个好的刹车器 它不会停 它不大会停 就是可能我的轮胎已经自停了 我踩完了 但是车还在运行一段距离 所以你的刹车距离 给你没有安全感 当你换了六火塞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线性 非常的强 远远踩的话 你还可以给你很足够的安全感 就是你踩到一点点 它的brake 感觉到车要停止了 那么大小方面 盘是不是越大会越好 还是说只是根据那个 其实我们要根据Rim的size 当然卡钱跟大小的配配 有一点的关系是这样 当你用了小六火塞 或者是大六火塞 你的盘手机不能小于那个号码 因为你的火塞越多 它需要触碰的面积越大 如果好像TT5420的话 它会更小 触碰面积还会更薄 更薄的话 它就是Fortuner小车用 好像我的车 Myvi 你不能叫我下18吨 也不能叫我下17吨 太重了可能 我只要下15、16 周16我们就会推荐它们 拿TP5420 大概是在285mm 是很多的Rim 它们都可以装上去 而且装上去非常饱满 卡钱的自动能力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当然车轻 你可以不用用到这样大的Port 但是有时 年轻人改车 要帅 要好 要安全 要可靠 很多现在外面流行的 那种Brembo AP 他们觉得有些 借钱太高 他们都会选择比较性价比 D-Sport 算是卡钱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 对对对 就像手机借的小米 对对对 这样Brembo的话 因为市面上不是有卖那种山寨 看到一些问题就是 他们讲了卡钱爆掉 对 但是现在 卡钱爆的情况 有所减少了 因为现在OEM 他们有分Great A Great B 如果是你拿到Great A的货 当然 厂家 他不会跟你讲是Great A Great B 但是我们都会依据 它的产品 我们给予顾客保障 D-Sport 本身的价钱 是虽然是性价比 还是有些人会选择山寨比 为什么 因为它的价钱 是D-Sport的一般 更低的话 有些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换到太好的 D-Sport 或者是原装的产品 他们会选择山寨版 但是山寨版 我们也会跟他们讲清楚 就是你消费了这个价钱 你应会得到相同的产品 这样子 给到他们的保障就没有这样高 Lead的话是很少 但是有可能 一年两年过后 Wentay的东西有异想 或者是break里面的塑胶 硬化 会老化 这些都是做一个service 都可以了 有些网友会讲 Great A Great B 他们也不会分 总之OEM 假货就是假货 你要正货的话 我们也可以share一个正货给你 正版的Brembo 你也是有卖的 对对对 正版的他们就是真的割脚的 就是把这个脚 它的QR Code全部是有在的 当然正的我们也是有的 但是这种是referbrate 价钱外面也是比较平民了的 全部都是没有喷过气 然后原装 它的脚也是割美美的 因为它的脚本身是原装TESA的 但是现在割了脚 它就变universal 所以任何的bracket装下去 我们CNC出来 就可以装在任何车款上面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些 BM原装Sport 然后DCW 原装mini的 这些都是原装的 我们这种都是有QR Code的 全部有认真的 这样还有什么 没有 只是看你蹲的货 再帮你算一下资产 哈哈哈哈 这些真的算少了 如果你去到装卖卡钱的 你会下一趟 他们是真的很多的 你不是卡钱的一叻 你是全部都有 对对对对 这是全部都有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根本就是跌住地的 哦 哇塞 给你改到美美的 下面 这个是有空间的 里面是有帮室 你看 Station模型 这个它买了一辆City 然后改了一辆City 那个control它去调节 它的高低 变化也是可以 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遥控的 你看它里面 还改 改Bucket seat 对 哇老呗 满满的碳纤维 里面还拉风围的 真的是 兴师啊 改对 你还有什么地方 还没有改的吗 这个是完全毕业了 哦已经毕业了 完究极毕业题 OK吧 Auto它改成手牙 这个本来是Auto它改成手牙了 对对对对 来我身边这位就是 哈啰大家好 我叫Loyd 可以叫我来一个 来一个 他没有错啊 那它在抖音那边 抖音也有啦 飞速也有 分享很多有关这个卡钱 姿势的东西 对 可是都是比较focus on TT Sport focus on TT Sport 还有一些我们有代理的品牌 对 OK 所以今天就你帮我安排的这个 TT Sport 是什么信号的 这个是我们的进化系列 Evolution系列的这个 ES6 这边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结构的是18寸的RIM 所以我们是搭配355的这个盘刀 选择的是一个红色的卡钱 每一套我们的这个 Set都会有 看每一个安装说明书 就算是那间店 它们没有卖这个卡钱 车主买了TT Sport的拿去 会有这个guide line 对 而且会更加专业 毕竟安装这个东西 它不是每一家都是一样的程序 有些它可能会做少一些 Steps 所以我们要确定它们有跟着这个 Steps 做到完 这样你的这个 Brake Kit 才可以很完整跟正确的 装在你的车上 Warranty 卡的话它是有给保家多久 OK 这个Warranty 卡也是很特别啦 这张卡是相对应每一套我们有自己的Warranty Code 如果你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会根据你的Warranty Code 进行这个保障 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分三种Warranty 第一个就是Warranty的话 我们是保安装之后的14年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Piston跟 Seal Kit 我们是保一年 至于我们保Lifetime的部分呢 就是卡钱的这个Gable Buddy 因为我们是用Frost 做的 Frost 基本上如果你不要去敲它 不要去打它 它基本上是保中身 不会有问题 直接中身 直接中身你的Caliber Buddy 这样有信心啊 所以这个就是质量保证 你们用到安心装到安心 之前不是有一个一辆网红车咯 那辆网红车它就Post 刹车失灵 后来经过 Postspa.com Checkout 过后又没有问题 这样以你的经验来说 你觉得这个猫腻处在哪里 毕竟我们不了解整个过程 我也没有看过了 Postspa.com 的这个报告 但是如果这个刹车失灵的话 其实对于新车来讲 它有很多关键是在于电池的问题 比如说好像我们一般上 好像FC来讲的话 不会那么电子化 但是新车是很多电子化 所以它不一定是刹车系统出现问题 可能是里面可能电子还是什么 这只是我推测 我再科普大家一下 如果你刹车要出现问题的话 它不会突然间 它会慢慢的 就是说它不会突然间给你没有刹车 它会慢慢的给你感觉到 你的刹车越来越不吃 对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其实刹车我们有很大的关键点 在做刹车油 刹车后管 这个东西它不会突然间破裂 它可能如果有漏油 它是慢慢漏 所以你会慢慢踩没有 或者是你刹车盘跟皮有问题的话 它是会慢慢发生 基本上它是不可能突然间出现 Unless 像我刚才讲的情况 你的Rim 没有锁好螺丝 没有转好五圈 你的Rim 飞出来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情况 这样听你这样讲 应该就是 那个车的问题了吧 原转卡钱的话 如果是说在我们出厂的时候 新车啦 就有那种的声音的话是正常的 异响还有很多种 看你是尖叫声还是一些刹车的嗡嗡声 我们要被种这个声音 如果是原转出车就有问题的话 就现在有原转做 它的声音可能很短暂的就是 是正常吗 还是说是完全没有声音才是正常的 叫完全没有声音才叫做正常 原转刹车应该要没有声音 这样你的车是要拿回去 它才买一辆City 它City的话 它踩它朋友的车没有声音 可是它踩它City有声音 因为under warranty的嘛 你建议回去check 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讲啦 因为其实所有的原装车原厂的刹车啦 他们是有考虑到它的寿命 还有它的舒适度 所以它不会像我们改装升级那么激烈 所以它用的东西一定是没有异想 然后比较舒适 比较寿命长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出行车都是很舒服很安静 但是它不一定够用 我们才进行升级 所以如果你原厂出来 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升级的话 还是回原厂查一查会比较好 那么有一个谣言说 原厂的刹车钱 会比外面改装的刹车钱 来的quality 更好 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可以这样子回答 匹配跟舒服 适配度高 就比如说Alpha 这样子 很多人讲可能Alpha 不够用 但是其实为什么不够用原厂还这样做 因为它是考虑到 因为它考虑到你的刹车皮的寿命啊 你的舒适度啊 整个完整度 它不是以激烈驾驶为最终的目的 所以我们升级刹车是背着你的需求 你觉得下云顶不够用 你需要升级因为耐热度不高啊 brake 会出现的衰减 原厂刹车皮的耐高温跟盘没有那么高 这样我们升级刹车的一个重点就是 刹车皮的耐高温跟刹车般的耐高温是大大的提升的 所以在系列驾驶后是连续转brake 下云顶是最明显的 你可以hold得住 原厂的话 你连续过了几个弯后 你可能开始就会丢到超大 所以就是为什么原厂设定 它给你普通职用是ok的 但是升级是为了应付更极端 或者是更extreme的一个价值 这样你的FC肯定够用的 但是我们讲的就是extreme的情况 你连转5个brake的情况 可能你已经到极限了 可能这个连转 整个才出现它的极限 还有外观是不是 还有外观 你改了整个 country 又sport了 不然你rym空空样子的 rym空空 但现在就是空空了 人家讲CV不改不如天台 这样子不改是不是拿去天台啊 刹车的时候很抖 很抖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 I'm wide 这个也是很多人误取的 我们有两种抖 如果你是驾100以上就开始抖的话 balancing有问题 它不管brake的事情 如果你是驾100以上或是100以下都好了 你展brake抖的话 肯定是盘出现问题 所以要拿盘去打表 刹车的时候会侧一边 这个是关于piston的问题 哦 piston的问题 好像你装的是6m 它是两边三粒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六粒 六粒六粒 我们讲展brake piston是出来 然后你放brake是收回 就是讲可能有1粒出现的brake genbrake就是指 它piston没有收回去 或者是慢了收回去 所以你就变成可能一边放了 一边没有放嘛 这边没有放了你就会这样子 所以那个就是牵涉到service的问题 你要去check你的piston出回 有没有对 所以这些piston是可以去做maintain的 可以做maintain的 对 那么一般我们的卡钱是多久需要maintain的意思 如果我们普通shade use的话 基本上at least一个5年 你都不需要去做maintain的意思 5年以后 你feel到有不对劲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回那个厂商 去做这样子的service 所谓的piston是这三粒 左边三粒右边三粒 这是小中大 所谓的service是指什么勒 这个是它的这个防尘套 touchout 这个东西是属于会 dread 久了之后会硬化 会吹掉嘛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吹掉就很危险了 你的尘就会进去 会导致可能break in 然后里面还有一层东西是防油套 就是防漏油出来 这个东西可能5年过后 如果你在换break in 发现它硬化了 退掉还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要进行service 所谓的service就是 我们把每一个piston拿出来 更换新的silkid silkid就是指防尘套跟防油套 更换新的了 过后每一个piston 跟它稍微再洗干净 polish 眉眉 再重新放回去 它就不会出现可能延迟退后 因为如果是退了一个的话 你一定会延迟它进更处的这个时间 我们这些全新原装的break kit 你要花几千块 甚至好了要score1来装 他们会觉得换了go 我是不是立刻要feel到那个感觉 这个答案可以是对可以是错 对的原因是 你讲自动力提升了嘛 所以你踩的感觉一定会不同 这个是对 但是错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ES6 我换了之后 其实我的前段跟你原车 现在其实不会太大分 意思就是讲你normal drive的情况 你feel不到你提升了什么 真正来讲应该是在你 emotency brake 或者是激烈驾驶之后 你可以feel到两者的分别 第一是热衰减 因为你原车可能 你的brake 皮上400度 你就会没有break 我们到达那个稳度就会出现热衰减 但是我们的这个ES6的皮可以到650 意思就是讲你的激烈驾驶 可以再激烈一点 时间久一点 就可能之前我下山的话 我这个brake 皮很快一到高完了 我刹成就好像没有这样刺 然后这个的话 它可以从山上到山下 一样很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就在你emotency brake 我们讲这个 normal你驾四车啊 什么车都刹得下来 每个门都会撞到前面 但是我们讲这个是 可能你驾百多 好像 驾百五 百五 百八 两百 你要刹下那一瞬间 只要你比原厂快一秒 那一秒就很多了 一秒的刹车距离可以是17米到20米 看你家几块 所以我们要的是 那一瞬间你刹得下来 所以很多人有误解的就是 诶 怎么我现在换了刹车 我没有比原厂吃饭多 其实它不是在当下那个脚感 去进行提升 这样换了这种卡钱 会不会影响到可能 ADS系统 不会 其实这个是属于Bud&Blade 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东西 除非是好像Quanty Car 它会detect你的break pad剩多少的 还有一个sensor 那个如果是ForQuanty Car 我们就会bypass掉 你就detect不到你的break pad剩多少 只要你没有这个东西 基本上你装上去 你车原本有的一切的功能都是造成的 请开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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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费到真意 我很疼哦 那个你懂那个Azopper多少钱吗 要看那个名牌的 我不知道的 那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 他是给我讲 free我专攻那些嘛 可是我没有问他那个Azopper多少钱 就中日记得我五千多了 吓到我了 心态流血 心态流血 改车是一条不语的 你们如果真的是有事没事太特空的话 有闲钱可以改车啦 没闲钱的话不要动啦 可以过来逛逛 可以过来逛逛 可以给你option去选择 是是是 高山这边呢它是有一站式服务的 就你的改车从头到尾 从内子宫到外太宫它都有改的 所以有什么需求 当然你也可以联络高山的客服 直接去到Facebook 去到Facebook啊 Insta啊或者是小公司我们都有 我会给你最良好的建议 然后可以给你更多的option选择 然后可以根据你的budget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 你要定制的东西 去做一个搭配 我比较佩服啊 跟惊讶的地方就是 这里很多人才 卧虎长楼 刚刚你看那一辆车 那个员工自己摸索出来的感觉 你就知道这里的员工是多么有料的 凡事都要自己先动手先 我们才可以去放毒给人家 叫人家去改 没有自己做的话 我们不懂怎样去放毒 所以他们这里呢是充满毒气的 你们的抗毒性没有这样抢 不要乱来 所以今天就是我安装 TT Sport 的第二个星期 然后接下来就来分享有关我的用后心得 感受最深的就是 自停能力 就当你在快速移动的情况下 你杀着那一瞬间 你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抓住你的break disk那种感觉 就很有信心 杀的停的那种信心 因为之前的话就算是我加快 我的习惯是 踩一点一点一点的慢慢给他停 因为我怕人家 如果驾到太快的情况下 我没有办法在那个一瞬间 直接杀停下来 因为之前有刹过 可是他拖的那个距离蛮远 after用了这个TT Sport EX6 他的那个自停能力非常线性 当然我在一般City Drive的话 我们也不会用到这个紧急刹车嘛 我以为换了在City Drive 可能会感受到那种就是 会戳一下戳一下感觉会不习惯 可是换了过后 诶 OK 就跟我原厂的体验舒适度都差不多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线性 over线性那种感觉 就OK的 舒服的那种 最让我惊艳的就是那个100-0的瞬间 你一刹停 那个自停能力超强 改装这个Clipper的确是有十字性的提升 今天的主要分享就是这些而已啦 就刚刚这样试试一下 我的轮胎这些少三个月收鸣了 所以现在回去休息喝杯茶啦 哈哈哈就这样子啦 拜拜